大家好,我是東強的包伯 我們終於來到西日本的最大都市,大阪囉! 我們這支影片來教新手如何三天兩夜玩大阪 大阪市約有270萬人,總面積約225平方公里 人工總數雖然跟台北市差不多,但密度比台北市還高 市區內隨時都充滿著人潮與觀光客 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如果是第一次來到大阪自助旅遊的話 我們建議三天兩夜就可以cover到大部分的主要景點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玩吧! 第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抵達大阪車站 去飯店check-in之前先在車站附近吃個飯 消除一下搭乘交通工具到大阪的疲勞感 我們來吃個在塔貝勒庫分數版高分的燒肉店 淡瑪屋伊瑪 這家店的裝潢十分漂亮,空間感十足 吃起來不會人機人的 淡瑪屋使用三種熟成的方式做出熟成肉 這樣原本就很美味的肉吃起來更加的美味 什麼叫幸福的滋味就是這個啊 另外當店的名物海膽將牛肉甜味以及海膽海味香氣做結合 絕妙的份量產生完美的和諧 看看我們吃下去之後的幸福感就知道多好吃了 哇哇! 爆發了爆發了 吃完中餐後我們到了飯店 我們這次選的飯店是Hotel My Stays 大手前酒店 住的房型是私人雙床雙人房 價格很優惠,然後不用跟文稅同房 爽! 稍坐休息之後我們開始第一個行程 從飯店走個15分鐘左右就可以提到大阪城 大阪城在封城秀吉時代 曾經是全日本規模最大的城郭 而大阪城移植被指定為國家史基 城內的13座古建築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保護文物 登上8樓,高50公尺的天手隔展望台 可以看到官場的大阪城公園 近代的高層建築,視野非常好 離開天手隔,在大阪城公園稍微散步一下後 我們從森芝公站搭車約10分鐘來到新齋橋 這裡是位於中央區的商業購物區 是高級品牌專門店、時裝店、餐廳咖啡店、藥妝店的集中地 我們在森巴新齋橋金商店街 以及新齋橋金商店街走走晃晃後 也是晚餐時間囉 我們來吃一家創意料理 法國歌風素 這家店在塔貝洛庫也有3.67的高分 屬於法式以及日式的Fusion 使用產地直送的鮮魚跟當季的野菜 搭配嚴選黑毛和牛 每道料也都蠻有創意的 喜歡嘗鮮的小乘們可以試試看 吃完晚餐後我們散步到道頓庫 這裡是一條位於大阪的運河 以鄰近的戲院、餐廳、商業以及娛樂場所聞名 而最適合拍照的景點就是孤立果年紅廣告 堪稱世界最有名的戶外廣告版 另外道頓庫的商店街還有很多有趣的招牌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沒來過大阪 但應該都看過這些招牌 建議大家在這邊買一些紀念品 我們的特餐買到 然後吃個大阪最有名的小吃 章魚燒 不愧是大阪 用料非常的實在 那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第二天的行程也是非常的精彩 我們在飯店附近的Belange Ligou 吃個早餐 這家店是大阪評分很高的麵包店 而且早上七點半就開了 很適合當成一天的開始 哇 好吃耶 哇 好吃耶 它這個是那種 這就是什麼 炭月梅 還有什麼梅類的果醬 然後加一點點 然後這麵包也收來 早上趁店都還沒開的時候 我們到小巧精緻的任公園散步 也可以沿著中之島河畔公園逛逛享受早上的空氣 大約十點左右我們來到了黑門市場 這裡位於大阪的中心地帶 據說市場已經有170年的歷史 在全長約580公尺的範圍中 共有150家商店 這裡匯集了全日本的各類食材 生氣勃勃 充滿活力 有天下廚房之美誉 包伯跟維也在這邊施心風的狂吃 從黑門市場離開後 我們走到南海南坡站 搭車15分鐘可以到達駐籍大社 駐籍神社是以祭拜海上安全為主 然後全日本總共2300的神社 位在大阪的駐籍大社是它的總本宮 而且它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已經有1800年的歷史了 離開駐籍大社後 我們搭乘可愛的路面電車上堤線 這條路線開通以後 已經營餘了120年了 我們就坐車到阿貝野站吧 到了阿貝野之後 我們登上日本第一高樓 高300公尺的 HARUKAS海闊天空展望台 這裡不僅能360度俯瞰大阪 將城市風光盡收眼底 天氣好的時候還能遠眺京都 神戶六甲山脈等等 我們就在這邊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走路約15分鐘 我們來到了極有歷史的四天王寺 四天王寺這邊呢 祭祀的本尊是舊式觀音菩薩 讓他配四的是四大天王 等他的創立者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創立七大師之一唷 再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通天閣 通天閣是位於新世界商店街的一個瞭望塔 為日本登陸的有型文化財 我們在商店街吃個當地有名的名產 串炸吧 記得醬沾一次就好 不能沾第二次喔 吃完晚餐大概也七八點了 在這裡我們有四個選擇 如果很累的話可以回飯店休息 或是坐15分鐘左右的車子 再回到星寨橋逛逛 也可以坐20分鐘的車子 到天保山大摩天輪看看夜景 或是坐車15分鐘到梅田站晃晃 然後到梅田藍天大樓的空中庭園享受夜景 行程最後一天大家可以選擇去環球影城 或是萬博紀念公園 那我們選的是萬博紀念公園 從飯店坐車大概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達萬博紀念公園站 我們進公園之前可以在 Lalaporto Expo City走走 但不要逛了太風 留點時間繼續公園喔 鮑菇也是除了台場以外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鋼彈 而且雖然比台場的鋼彈還小一點 但是可以看到鋼彈對上薩克的景象 也是蠻有趣的 大阪萬博紀念公園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就是為了紀念1970年的萬博博覽會所建造的公園 整個園區佔地260公頃 大概是上野恩賜公園的五倍大 或是1.7個台北新義區的大小 公園除了日本庭園外 自然文化園區之外 還有設置文化設施 以及運動休閒區域 離開公園大概也快傍晚了 回到市區之前 我們搭個日本最高 123公尺的Osaka Wheel吧 摩天輪的撐箱裡是透明的 所以非常的刺激 我們現在在最高點了 然後我真的覺得不是很舒服 看完夕陽後 大概坐車約45分鐘 我們來到了大阪車站 從車站走路約5分鐘 我們來到了Santa Reed Whiskey House用晚餐 進到Whiskey Dining www.w餐廳之前 我們會經過Whiskey Gallery 可以看到九瓶九桶的擺設 居然還有賣家具 它的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它是用威士忌橡木桶的 橡木的原料所製成的 餐廳料理屬於歐風料理 搭配著啤酒享用超爽 那我們精彩的行程 也在晚餐中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 大阪的三天兩夜自由行啦 我們以後會推出更多影片 給大家參考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期見 掰掰 這次就寫著 製作詞